中东局势讯息万变 而且最近还有点调诡呢 先是11月初 沙特阿拉伯刮起了反腐风暴 尚未接近半年的新王储 以反弹之名逮捕了11名王子 跟将近40名高官 而在一场宫廷斗争 华丽上演的同时 还发生了两件极为罕见的大事 首先人在沙特的黎巴嫩总理 就突然宣布辞职 指责伊朗企图谋杀他 更抛下一枚震撼弹 而就在同一天晚上 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 就向沙特首都新藏地带的 国际机场方向发射了导弹 那虽然导弹被及时拦截下来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沙特呢 就把矛头直指伊朗 说他们是背后指使的 好吧 你做出一我做十五 沙特政府隔天就宣布 封锁也门通往外部的海陆空通道 那就看看伊朗 你要怎么再向也门运送军火 那说了这么多 很明显的 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呢 也都是这个沙特跟伊朗的 敌对状态所引发的 这两个死对头 虽然不选择直接开战 但是这中东两大国 在也门博弈 斗谁的拳头比较硬的同时呢 被伤得最重的 其实是也门一众老百姓 一枚导弹 一声令下 也门海陆空通道全面被封锁 国内人道危机也随即被引爆 大约700万也门民众 眼下完全依赖食品救济 但救援物资被阻在门外 国内也因为粮食短缺的问题 导致物价不断攀升 当地民众要用比平时贵一倍的价钱 去买日常用品 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 不只是粮食短缺 也门的医疗物资 也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窘境 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 除了得承受皮肉之苦之外 还得面对药物不足以 救治自己的恐慌 而眼前这些受伤的小朋友 似乎想透过眼神 向外界求助 没错 物资既不能运进国 民众也不能随意出国 眼前所有商品物品都非常缺货 为了避免天道价高的燃油 加油站外已经出现车龙 另一头也有不少的民众 赶紧扫够使用煤气 为不明的未来先做好准备 沙套封锁的行为直接把也门数百万人的生命 置于危险之中 外界担心 如果也门的海陆空封锁再不解除的话 当地或许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